如果我没弄错的话,最近各大高校的新生应该都陆续开学了,看来是因为这个,我最近花了不少钱参加各种庆祝活动,都快让我破产了,没有新的酒局邀请,想来是因为大家都忙着开学了吧。 既然新生们开始了大学生活,今晚的故事就得更加贴切,我们不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听,要增添点大学氛围才好,那么今晚让我们来听系列故事,十大中国高校灵异事件。 之前我说过一些大话,关于非985或211院校的故事我不讲,现在来给大家澄清一下,我那是想激励大家好好学习,争取上一个好大学,绝不是对普通高校有什么歧视。 我是出于好意,希望大家理解,今晚我们就讲述在一所普通大学发生的故事,这是我们听众小为亲身经历的一段真实的经历。 99年以后,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招,大学生不再像以前那样稀缺。 成绩不好的,300分左右的学生,即使考不上文科,也可以读专科,然后专生本。 这也是一条出路,小为当年上的是一所专科学院,这个学校并不出名,大家知道是了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就行了。 开学时,小为就跟其他新生一样,一大家子人把他送到了学校。 把饮食,食堂都参观了一遍,大家都有点伤心,毕竟孩子这是第一次离开家。 妈妈给他装东西,奶奶给他钱,爷爷偷偷把他拉到一遍。 递给他家传的护身符说可以辟邪。 小为笑着说爷爷就别逗了,家里人走到哪儿,你都给这个,真能辟邪。 爷爷就回答说只要能用就行了,我们家不是谁出门都平安归来的吗? 小为觉得一有礼,就带上了这护身符。 然后一家人依依不舍地告别,小为就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。 虽然只是一所大专学校,但管理却相当严格。 学校知道学生们成绩普遍不是太好,一旦管理松懈,随时可能出问题,谁能忍受呢? 所以,晚上十点校方会准时断电。 别看别的大学可以通宵打游戏,小为他们学校连网都没有,更别说电也大了。 因此,唯一的乐趣就是夜里熄灯后,大家互相串门,坐下来抽瘟烟聊聊天。 当然,这得在十点半之后,巡查的学生会干部都走好,才能自由活动。 开学没多久,小为他们楼层的同学基本全都认识了。 知道谁喜欢什么,喜欢踢球的就找人聊球,喜欢打游戏的就聊聊操作技巧。 这样的晚上总是过得特别快。 尽管没法真正上网游戏,但同学们聚在一起谈论游戏也是件乐事。 小为和他的室友们都是些热情又喜欢聊天的家伙,所以寝室到了晚上就变得特别热闹。 有时是三两个人,有时则是七八个,屋子都挤不下了。 当然,他们聊的话题五花八门,从电竞到篮球,各有所长。 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夸夸鸡谈,吹牛拍马的人。 比如传有人说家里有钱,爸爸开兵力,结果这人来了连烟都藏。 从不见他请一回,不过有个叫正新的同学真的很富有,他每次来都会带着烟来分发给大家。 而且他总是抽高档的软包中华烟。 大家普遍觉得,就算是普通工薪者,也未必舍得抽这么贵了烟。 然后呢,只要正新来了,他肯定会散发中华烟。 每次他几乎都是最后一个离开,临走前还要再散发一轮烟。 一般晚上至少要两三盒才下得来。 起初,大家都还比较有礼貌,毕竟不能因为别人请烟就为为诺诺。 但随着大家渐渐熟络,有的同学就开始开玩笑说, 正新天天抽中华,你爸也开兵力。 正新则回答说,他爸开的是瞎力。 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么有钱时,他说自己和大家不一样。 一番解释之后,同学们才了解到,原来正新讲述的是大数据, ORO从业经验。 融资热潮和现金流转的指示, 尽管他们没能完全弄明白正新如何赚钱。 但听起来他似乎很有能力,也许将来会成为根丁类。 马云或王健林一样的商界大佬。 因此,只要正新一到,他总会受到热烈欢迎。 大家都喜欢有钱又能了的人, 即使不少原本不抽烟的同学, 也因他散发的中华烟而开始尝试, 小薇也是其中之一。 奇怪的是,小薇在学会抽烟的过程中似乎遇到了些波折。 他对烟感受非常不稳定, 有时候觉得很舒服, 有时候又烟熏地咬命。 所以,寝世里两大乐趣之一就是听正新吹牛。 另一个则是看小薇尝试抽烟。 那天晚上,寝室里又是一片欢声笑语, 同学们聚在一起谈天说地。 正新做常做的事,散发了一圈烟, 然后就静静地坐着。 不怎么参与谈话, 在他那里, 时间久了,话就不多了。 听着一个个吹牛, 突然有人提起, 正新怎么还不说话。 自开学以来, 他一直很低调, 又懂得赚钱, 真是让人钦佩。 其他人也开始起哄, 让他说几句话。 正新平静地开口, 简单地分享了他的成功秘诀, 并告诉大家, 他家只给了他一万块来上学。 尽管大家不能上网打游戏, 但各种话题总能让晚上的宿舍热闹起来。 其中, 正新的到来总能引起一番骚动。 他的生活方式让人好奇, 一月得三千块钱才够他抽烟。 身上穿着名牌, 从头到脚都是大牌, 还要处理恋爱上的开销。 同学们都很好奇, 他的钱究竟从哪里来。 正新告诉大家, 他通过玩私人基金赚钱, 他有那线消息, 迟到什么时候有新牌又开。 投资后很快就能获利, 他说他把一万元学费投进去, 十五天就变成了八万。 这让大家都心动不已。 正新还散言边说, 他手里有七八个项目, 例如互助平台和各种虚拟货币投资。 诸如莱特币, 狗币等, 他告诫大家不要盲目跟风, 那些几百块的生活费能干的是并不多。 听了这些, 宿舍里的同学们都激动起来, 想要投资赚快钱。 正新告诉他们, 如果要完的话, 需要开正规金融账户, 必须拿身份证来开户。 同学们争先恐后拿出身份证, 希望能跟着正新一起发财。 而小薇正在那里努力地抽着烟, 但每次只要他抽上爷爷给他的护身符, 就禁不住咳嗽。 就在这时, 楼到外传来了喧闹声, 有人高喊, 有人上吊了。 整个宿舍楼的学生都被惊动了, 由于现在已经快十二点了, 不仅寻业的学生会已经离开, 连走廊里的灯也熄灭了, 突然有人发现是金融系的正新上吊了。 大家都惊呆了, 因为他不是还刚刚在宿舍聊天吗? 小薇回头看, 那个刚才还在自诩自身投资者的正新, 突然变得猙獰可怕。 这时, 正新向小薇重来。 本能的, 小薇挥手一挡, 却舒起了见笑, 正新像是撞在了保护罩上一样弹开了。 接着, 正新就消失了, 无影无踪。 小薇赶到胸前的护身符突然发热, 瞬间怀挥劲。 在男生宿舍的混乱尚未平息之时, 不远处的女生宿舍也传来一阵惊呼, 有人上吊了。 这导致学校的各个部门立刻行动起来, 没有一个人感知身事外, 保卫处, 教务处, 学校值班时的人, 很快就把受影响的宿舍楼控制了下来。 大家都被警告不要一关, 因为谁没见过上吊事件呢? 这时大家都在问, 那位在女生宿舍上吊的是谁? 为什么正新会在宿舍里欢笑几分钟前, 突然就被发现在洗手间上吊了呢? 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, 这一切或许就永远是一个谜团了。 因为从那天起, 学校就对这件事闭口不提, 既没有公告, 也没有警示。 这似乎在私价里被悄悄解决了, 直到同学们陆续收到催还款项目电话。 这个事件才再次被提了出来, 事实揭露了正新那奢华的生活方式, 并不是来自任何的投资受益, 而是通过校园带借来的钱。 最初, 他只是借一千两千, 品尝到了昂首挺胸的滋味。 但很快, 他开始借一万两万, 让全班同学都以为他是个隐形的富商。 然而, 当他的个人债务累积到五六十万时, 问题变得严重了。 我们知道校园带的利率是多么恐怖, 这五六十万到手的也许只有二三十万。 其他的都是利息, 为了偿还这些债务, 正新开始疯狂借用同学们的个人信息。 欺诈性的借款还债, 许多同学被他奢侈生活所吸引, 给了他自己的身份证。 但不久前, 他的上限突然失踪, 带走了所有钱。 这使得正新一筹莫展, 最终选择了上吊自杀。 那么, 正新的上限是谁呢? 原来是一位金融系的老师, 在教功楼中上吊自尽。 他自询为未来的巴菲特, 结果在股市中亏得金光。 他也为了填补自己的亏空, 拉雪上下水, 搞起了校园带。 这位老师由于单独生活, 十几天没人发现他的尸体。 每天晚上, 还和正新在约定的地点见面, 进行不正当交易。 而他给正新的, 竟然不是正常烟草制成的香烟, 而是用不解之物制成的。 这也许就解释了, 为什么小薇每次带着护身符, 抽那些烟都会抢得要命。 现在, 那些戳过正新香烟的同学们, 都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烟字。 可能, 在正新临终时, 他还在想着怎样能骗到更多的同学。 面对现今贫乏的校园带引发的悲剧, 比如裸条, 自杀的。 我不想多说教, 正直的孩子不会做出这样的事, 哪些会做出来的人也不会, 因为我两句提醒就改过自新。 我只想说, 生活才刚刚开始, 如果你被这点小诱惑就击倒, 那自杀还算是个解决方法。 不然, 背负七八十万的债务, 我不敢想象这样的人会做出什么更加可怕的事情。 我要再次提醒大家, 要小心自己的个人信息。 一旦出现问题, 要第一时间向警方和学校报告。